Hello 大家好 我是港式七妈 到年尾这个生小高峰期 相信很多妈妈都进入最后的阶段 我很期待生生命的来临 生小朋友我究竟会不会相信你 究竟又要不需要催生呢 和大家讲一下关于催生的流程 其实有些时候 那个BB未生得出 继续留在子宫里面 比起出生更加危险 但当然在没有其他选择之下才敢做 不如我又讲一下需要催生的例子 第一是过期居留 预产期即是由妈妈最后一次惊奇的第一天计起 第40周那天就是预产期 可能BB又觉得妈妈的子宫很舒服 暖粒粒又可以游泳 所以有些BB 就算到了预产期都不肯出来 但问题就来了 很多研究都发现 胎盘超过42周是会老化的 老化了的胎盘就会退化 BB在里面的营养和氧气供应 有机会不够的 哇!那即是降生会被烤到BB咯 BB烤到的话就会耐屎 情况就好像在淋疾式之前 我们的活跃肌都会不小心放松 而BB在汤水里面 摔了屎 自己又会吸入肺 或者吃饭 所以对BB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就会用催生来帮他出生 喂!还有BB 你知不知道妈妈的产假 是好好好好好好好很矜贵的 只有十个星期的 放产假的第一日 你就很乖乖的出来 你想不想有多些埋心慰賴 你又想不想妈妈多些时间给你 那你就不要学人过期居留了 哈哈!我都知道 这是好得妈妈的心性 我又帮你讲完 不用多谢我 BB你们好!準时出生啦! 来! 好